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神绰绰的苏神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有更新 因为有事情出去了一趟 昨天才回来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继续玩游戏了 今天我要玩的这款游戏呢 还是鬼修女 我们之前已经玩过一次这个鬼修女了 不过我当时玩的时候 那个版本已经有点落后了 在之后呢 出了一个邪恶修女的版本 这个版本呢 可以说比之前这个版本的内容更加丰富 道具更加的多 然后呢难度也可能要稍微大一点点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这款新的鬼修女好吧 好那么看过之前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知道这个修女呢 她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对我们进行这个追杀 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断罪小学啊 就是这个赵日天所在的学校 我们操控的呢 这个也就是这个赵日天的同学啊 这个赵日天他本人不知道去哪了 如果说有他在的话 他肯定能制服这个鬼修女啊 用他的这个超级大屌 不是 用他这个超级大刀啊 砍死这个鬼修女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要靠着我们的聪明和机智来战胜这个鬼修女了 好的让我们现在进入游戏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1962至1963年的这么一个小学啊 他说我们能来参加这个夏令营 然后这人有这个鬼修女跟我们这个人物的头像是吧 然后他这个地址呢 好像是这个随机给的哈 就是这个汉化组 他们的这个汉化的随机给的地址 当然这里也可以改名字啊 不过呢我们这个不用改名字啊 因为我们这个赵日天的同学想叫什么叫什么 OK好的第一天 那么这个第一天呢 也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鬼修女是一样的第一天啊 只是说这个场景呢有所改变 我们还是把这个暗门打开一下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出去的话 也许这个鬼修女现在就可能会过来哈 不确定 因为他听到这个暗门掉下的声音 他就可能会过来 然后这个外面的地图呢 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动的 然后这边呢这个圣火啊 不是圣火啊 反正他在烧了一堆这个干柴烈火吧 这个鬼修女在学校里面随地生火 这样的话是还是很危险的哈 好我们这个时候 哎呦他已经过来了 我刚才看到他的影子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选择钻一钻暗道 钻一条这条阴暗的这个小道啊 大家应该知道简称什么吧 就简称暗道 好那么我们从这边过来的话 会发现这边也变了 好应该说这个版本呢 他是比之前那个版本 设计的要更加的难度大一些啊 这个难度呢 因为这个地图呢 是更加的狭窄一些了 之前我们玩的那个鬼修女呢 可以说地图非常的空旷啊 难度非常小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 躲一下 这个柜子里面有一个娃娃 这个娃娃是游戏的后期需要用到的 好这里呢 我们一出来就拿到了这个小电缆 小电缆呢 这个作用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到二楼的话 用这个小电缆打开这个学校的通电设备 把这些门都可以打开 这个小电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好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图跟之前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款游戏呢 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已经更新了很久了 更新了接近20天了 但是我今天才来玩 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比较落后了啊 所以说也是非常对不起大家 因为我前段时间的确有事情 它在外面 所以说最近才有时间来录这个游戏 那么现在我们到了楼上来了 现在楼上来 我们又拿到了这个 这个密码卡 密码卡呢 是之前我们都知道是这个 在一楼打开这个 有一个密码箱 好这里呢 没有东西 那么这个版本呢 有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地方好像过不去啊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过去 好鬼秀女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来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油罐啊 有一桶油 这桶油呢 是机油啊 不能喝的 也不能做饭 可以放在这个一楼的一个设备处 让它可以开始运转 一楼有一个电梯 但是不是让我们做的 是用来一个机关吧 用来触发后期的道具用的 好 那么这里呢 也可以躲藏的嘛 好 这里呢 是可以躲藏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推开的话 这里就是 多一个可以爬行的管道而已 其实这个地方 推不推也无所谓吧 我们把它推一下 也许等会儿 能救我们一命呢 是吧 好 我们继续 下楼来看一下 这些地方吧 如果它一直不出现的话 我们就自己在这个楼下 哎呦 它来了 它来了 好 那么现在这个下面的地图 变得没有之前这么好躲了啊 啊 这里呢 有一本这个书 后期有用的啊 这个地方是后期要放一个圣经用的啊 这个鬼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 有的地方呢 已经是无法通过的状态了啊 这个地方可以躲一下 我估计它要来 好 看它来不来啊 它果然来了 如果我们继续往里走的话 在前期没有打开电梯的情况下 前面是一条死路 进去就死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储物柜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 OK 那么好的 它看到我们呢 已经逃之夭夭 我们这个用魄力把它给吓走了 但是不要紧啊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到哪了 啊 它已经出去了 好的好的 好 我们现在这边来看一下啊 这边也有一个这个躲藏的 话说这一条死路 我们如果跑进来的话 这个鬼秀女躲在里面的话 这个鬼秀女还是找不到我们 哇 它这个真是没脑子啊 没有 完全做事不经过大脑的那种 好 我们刚才呢 哎呦 它就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来是开这个小电脑用的 哎呀 不小心碰掉了一幅画 不要紧 看它来不来吧 我们来一个秦王走位 OK 好的啊 它来走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绕一绕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先别急着去开电栏 因为它这个 新版本里 新版本里的速度呢 还是 加快了一些 而且它这个更加灵敏敏锐了一些 难度呢 可以说比Grania还是要大了啊 我们呢 我的天 它已经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版本的智商是真的高 我们要不停地绕它才行 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新版本的地图呢 确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变得狭窄了 对吧 之前那个地方 一团火焰的那个地方 它就是一团火焰 然后周围都是一大圈可以走的空地 然后呢 现在这个版本 它有很高的概率 就是会钻地 钻这个通道来抓我们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鬼秀女被我们甩开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的搜集一下 但是呢 在这边搜集也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右边 这是一条死路 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 这个新版本不知道它 是怎么想的 因为它把这个地方难度设计的比较大 不知道想干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到这个 带密码的这个柜子 就是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里面 装着一把剪刀 剪刀的话 作用还是跟 这个之前我们玩的这个作品里面 剪刀一样 就是剪开二楼的这个吉祥物身上的绳索 然后呢 它就没有作用了 这里呢 撬棍就扔在这里 等会我们用这个撬棍 又来了 好 我们又从这边 绕到楼上去就可以了 还是到这个楼上来 我们 第一个任务 还是说要把那个 恶魔的三件套给集齐 那这个吉祥物呢 这个吉祥物呢 它身上就是一个翅膀 这里呢 还是那几个头 诶 这个山羊头怎么 直接就还挂在上面啊 之前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个山羊头 直接就挂在这个头这里 一般来说山羊头可能藏在这个马桶上面啊 厕所里的马桶上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直接找到了两件物品 再加上这个体育馆里的吉祥物身上的翅膀 把它放上去的话 一共就三件恶魔一套就齐了 恶魔一套齐了呢 这个版本里面恶魔一套呢 不是用来 也是让修女祈祷的 但是 她祈祷的时候 不能拿下她身上的这个钥匙 感觉这样也还挺科学的吧 因为她祈祷的时候 你去拿她钥匙 好像 你摸她的屁股 她立刻就有一种 这个下体一阵凉嗖嗖的感觉啊 跟之前那版本不一样 好 这里呢 我们把这里的这个翅膀装上去之后 就告诉大家 看起来像个恶魔 然后等会儿这个修女祈祷呢 让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密码之类的东西 好 修女已经开始祈祷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试试她这个钥匙的话 现在不是最佳实际就拿不到 然后这里呢 她这个恶魔就身上就多了一张纸 这纸上面就写着一个密码 4222 写着这个密码 我们这个密码呢 是楼下有一个密码锁 我们可以去 把这个密码锁给打开 这就是 这个游戏稍微设计的 又一个不科学的地方 她怎么一祈祷 那个恶魔的身上就贴了一张纸呢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好 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 传火祭祀场 这边这个房间 但是呢 这个房间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就是楼上你从那个坑掉下来的时候 会坑到我们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输入这个密码 4222 每一局的这个密码都是不同的 好 那我们呢 把这个密码输入之后呢 这个房间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我们可以 在这躲一下 观察一下这个修女来不来 不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冲出去吧 好 现在呢 这个密码房间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 保险箱的这个位置 保险箱就在这个密码房间里面 当然这个钥匙呢 我们还是得靠她 修女身上的这个开关来打开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先勾引一下她吧 先把她勾引过来 我们 让这个修女追我们 只能绕路走 因为跟她正面刚的话 我现在还不一定刚得过她 之前也不一定刚得过 好 等她这个钻进通道的时候 我们赶紧出来 然后呢 看一下这边 好 现在我们要去 拿到这个新版本的一些这个东西了 要制造一个这个人体炸弹 来炸一下这个 炸一下这个修女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涉及到一些新的道具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理学圣剑呢 就是 还是说跟之前一样 是用来撬那个下面的锁的 好 OK 我操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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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怎么逃得了吗 我的天 哇 所以说这个版本修女 所以说这个版本的修女 她这个追人能力真的是很强啊 我们刚才明明甩她这么 我操 怎么就站在门口啊 你这个也太不科学了吧 卧槽 这玩个毛啊 在门口堵我 一般来说 她不可能刷新在门口这个位置的 我一开门 她就给我一锤 开门红 这什么鬼啊 这修女是真的 这么淫荡的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哎呦 我操 她来了 从二楼下来的 所以说她刷的位置很不科学啊 刷的这个门口是这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 好 趁她过来 我们还是只能绕路走一下 不然的话 从这个厕所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去的话 没有路可绕 我们刚才那个物理学圣剑呢 其实进入男厕所 可以打开一条这个绕路的地方 然后现在我们要找的几个道具呢 分别是一本圣经 还有一个娃娃 那个娃娃呢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 这个地方 卧槽 我怎么过不去啊 好烦啊 这地方把我堵住了吗 哇 她怎么在这里 怎么突然就到第四天了 这日子一天一天过的 马上就要放假了吗 就是星期四了 我的天哪 你怎么又在这里 好烦哪 我的鬼鬼 哎呀 我下不去 啊 我怎么上来了 我飞天了 我操 我要走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老实被这个物体 给卡到天上去啊 这什么bug还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 我卡飞了 我操 算了 无所谓了 但最后一天 那现在的话 我绝对不能遭遇bug跟失误了 不然的话又得重新来 但是我还是 相信我自己的实力的 第二三四天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这个不能怪我啊 之前的这个版本当中 这两个教室 我以为就是用来给我们绕路用的 实际上这教室里面隐藏了这个 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他们有的学生在这个教室里面 做了什么 我们等会就知道了 我们先拿起这个窍棍啊 这个断罪小学里面 你需要一个东西来防身 那就是这根窍棍啊 物理学圣剑 你尻抱这个圣女的脑袋 好 这里这个圣经放在马桶上啊 说明有的人上厕所的时候就在看圣经啊 非常的这个虔诚的学习 这个这个撒旦啊 不是这个这个耶稣的这个意志啊 非常虔诚的学习啊 厕所里面看 然后呢扯了几页啊 把这个用来开屁股了啊 然后就扔在这个马桶里面了 给之后的来的人呢 也能用一下这个圣经啊 就是说方便大家使用 好 他从这个地方进来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啊 好的 好 我们从这边绕一绕吧 然后拿走这本 这本黑暗圣经啊 具有权威的圣经 他这么翻译的 不知道他这个原版是说的什么 那这个圣经呢 是要放在这个教室里的一个机关 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组装成人体炸弹的这么一个东西 人体炸弹需要 在这个里面需要三件东西来组装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教室 好 这个教室呢 在这边 这个地方有一个书架 好 我们把这本沉重的书扔开 然后拿起这本圣经 放在这个座位上 好 这个机关呢 沉下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 打开了一个小通道 好 这里呢 你就看到了 在这个书架的后面呢 有一个秘密通道啊 这个秘密通道呢 我们主要是来拿这个炸药的 这个炸药 作用非常的明显啊 就是用来 诶 这座人体炸弹用的 我的天哪 这个人体炸弹呢 需要一个人体 来了没有 好像 他来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炸弹呢 要放到一个 大家可能觉得 难以想象到的一个位置呢 但是 这个新版本里面 确实感觉 他设计的这些机关呢 比之前多了很多 而且也 难了很多啊 来到这个 洗衣房的旁边 这个洗衣房呢 后期也跟大家说啊 这个海报呢 就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打开 这里呢 是一个电梯的这么一个工具 电梯机关 这个机关呢 一共需要四样东西才能处发 除了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炸弹 还需要一个这个玩偶 还需要一个发条 还需要我们之前在二楼说的要拿一瓶这个油 拿到之前我们这瓶金龙鱼调和油了啊 拿这个油呢 去给这个一楼的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电梯小机关上面有一个小齿轮 而给他这个小齿轮上面涂一点这个机油之后呢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润滑 话说这个润滑油呢 他有很多作用 应该是这个涂在这个齿轮上 还有就是在男女 就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非常需要这个润滑油 就是给对方做菜 做菜呢 就让对方吃得更加的开心 是吧 所以说这个润滑油在这个关键时刻非常有作用 好 这个驱饼居然隐藏在这个厕所的洗手台上啊 我们把这个驱饼 也就是这个齿轮吧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齿轮呢 这个齿轮给他放到 哎呦他怎么又从这过来了 这个修女真是有完没完了真是啊 垃圾修女 好 等他一过来 我们就马上跑 好把这个驱饼呢 也要扔到刚才的那个电梯的口子里面 好的 OK扔到这里啊 现在电梯内物品数量是2 好 现在呢 我们要去拿这个第三件物品了 这个第三件物品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在这个房间里面 见到的这个小娃娃啊 这个玩具娃娃 怕是这个玩具娃娃呢 一般在这个恐怖片当中 它是会冲当一个吓人的角色 那么我们把这个玩具娃娃也扔到里面 电梯内物品数量就显示为三个 三个娃娃 然后我们再按下这个 start开关 让这个电梯把它放下去 然后下面呢 会有一个神奇的啊 一个物种在这里给我们制作东西 好 这个修女呢 此时她还得意洋洋的在追我们 但是等一下就有她的好果子吃了 等一下我们就让她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绝望 好 让她在痛苦中挣扎 好 电梯内物品数量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体炸弹呢 就在这个电梯里面做好了 然后等着我们去拿 好 我们把这个人体娃娃娃 这个是炸弹玩偶 好这个炸弹玩偶呢 我们先躲在这个里面 当我们使用这个炸弹玩偶的时候呢 我们的视角会切换到炸弹玩偶身上 所以说我们看准了这个 修女她过来了 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炸弹玩偶 她就自动的可以走路 好 这个炸弹玩偶呢 在她身边 唱起了这个小犬 八音盒 但是这个修女完全不会所动 然后呢 这个爆炸 就把这个修女给炸晕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收集她屁股上的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呢 怎么被炸掉在地上了 我们把这个修女保险箱的这个钥匙 好 拿这保险箱钥匙呢 我们来到这个之前的这个保险箱房间里面 好的 插入这个钥匙之后 拿到这把万能钥匙 OK 好 这把钥匙呢 就是这个逃出去的 逃出去的大门的钥匙了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修女到底还在不在 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好 之前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逃出去吧 好 然后打开这个大门 好 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外面 原来这里已经是这个晚上天黑了啊 我们赶紧就跑出了这个诡异阴森的地方 就逃出了学校了 好 好 那么这个鬼修女呢 实际上也相当于她的这个升级版吧 这个游戏 也就到这里呢 她就内容就结束了 但是呢 在上一期我们这个鬼修女的视频做完之后呢 其实大家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这个洗衣房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么这个洗衣房呢 实际上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它是有它的作用的 然后我们就留到这个视频的最后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洗衣房是 怎么进去的吧 好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个本期的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了 别忘了观看视频最后的这个洗衣房内容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拜拜各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t hear you so you can't hear me scream i can't hear my cries i can't hear them anyways what's the point